具足本性 妙用智慧 佛性就是在你的身上 在你的本性当中已经具足的 你本来就拥有的摩尼珠 那是一种慈悲 善良 那是一种超出人类境界的高深的意境 菩萨很早就讲过 每个人都拥有佛性 佛性在每个人的心中本来就具足了 当一个人起心动念 举手投足的时候 实际上你的本性就流露出来了 就是说 你的一个念头出来 你的一个动作出来 就代表着你内在的本性 很多人做出很不雅观的动作 很多人做出一些非常不自在的动作 很多人脑子里想到一些不好的东西 马上脸就会红 这些都是由内向外传递出来的本性感觉 都是你本性中 八十田中流露出来的东西 既然我们要修出佛的本性 那么 就要真正地做到每一句话 每一个动作和每一个念头 都要懂得慈悲救度众生 并符合内心的佛性 要懂得 用佛菩萨的心 看人间的一切 你会得到很多佛菩萨心的反馈 一个人的行为举止 做出来 像不像菩萨 都是自己的所为 师父平时给你们讲的 都是一些比较粗浅的佛理 真正的佛法 你们知道吗 希望你们自己要懂 你看人间的一切 你必须要用菩萨的眼睛看 如果你用凡人的眼睛看 你看出来的 全是人间的东西 你什么都看不清楚 智慧不是说 用你的眼睛能够看出来的 智慧是一种由意识形态而转换成的概念性的理念 也就是说 当你对某一件事情形成看法的时候 实际上 你已经对这个事情形成了一个特定的概念 师父的这种讲经说法很深奥 希望你们好好地听 好好地悟 要成为一个好的佛子 好的弟子 必须要接受正规的佛法教育 我们眼睛的一开一合 都要经常地提醒自己 我的本性是不是具足了 眼睛睁开看人的时候 要看到人家的慈悲 看见人家善良的一面 看到人家很可怜 不要去跟人家闹 眼睛闭起来 要想到自己的责任 我像不像菩萨 我今天做了这些事情 对得起菩萨吗 所以眼睛的一开一合 就是要常聚佛性 佛菩萨的本性 如果这个人没有佛菩萨的本性 这个人看什么都是人间的眼光 他永远看不到佛菩萨的境界 一个人能够成为佛 成为菩萨 是因为他拥有了佛菩萨的境界 所以眼睛的一合一开 就要常常提醒自己 我是不是菩萨 我是怎么看人的 如果你看到了人家的缺点 说明你的心中就有缺点 如果你看到了人家的优点 就是因为你的心中常生慈悲心 实际上 生活就是佛性的体现 我们今天生活在一起 我们会拥有佛性 那么佛性是怎么样体现出来的呢 双手合掌是一个体现 与人为善是一个体现 帮助别人是一个体现 所有的言行举止都是一种体现 人家说你像佛 像菩萨了 就是因为你做出的很多行为和意念 让人家感受到有佛菩萨的一种慈悲关怀 所以只要坚持 你就会成为佛菩萨 要懂得 我们不能每天在使用佛性 而不知道佛性的存在 这是什么意思呢 天天在用着佛性 但是找不到佛性 你们天天在用手表 时间长了 有时候就没有戴手表的感觉 自己都不知道戴了没戴 天天用的眼镜 自己戴没戴眼镜 自己有时都感觉不到 有些人戴着眼镜 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戴着眼镜 我们天天在用着佛法 但是 我们不懂得应该怎么样来学佛 慈悲救人是不是佛 天天与人为善是不是佛 天天说人家好话是不是佛 学佛就是要懂得这些道理 师父早就跟你们讲过了 一个人要持之以恒的 在生命的长河中 依照如来的般若去实践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 要学会持之以恒 持之以恒就是坚持 一个人学佛不懂得坚持 他就会失去佛性 学佛要依照如来的般若去实践 就是在生活当中 不断地要懂得用智慧 不用智慧是不行的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如果没有智慧 什么事情都做不成 一个人在生活当中 不管碰到什么事情 都要用智慧 智慧是什么 智慧就是一种非凡的大脑高智商能力 这是一种驾驭你 在人间克服种种困难的能力 而这些驾驭的能力 就是你拥有的智慧 能够解决问题的人 实际上都是拥有这种智慧 一个事情来了 你不知道怎么样来解决 你就没有这个能力 师父跟弟子说 经常碰到很多事情 经常去解决它 在生活当中 要认识它 知道这个是对的 那个是错的 我今天有没有智慧 来做这件事情 这些全部都需要 拥有佛菩萨的智慧 比方说 家里吵架了 你用菩萨的智慧就知道 我的因缘果报来了 所以我要克服 我要好好地念经 我不能这么执着地跟他吵架 菩萨会吵架吗 观世音菩萨会这样吗 这样一想 你就有智慧了 你就能够克服这个 吵架的问题 学佛要妙用 要妙用方便于智慧 什么叫妙用 就是针对不同的人 你要用不同的方法 与智慧去解决问题 妙用 就是非常巧妙的 用这些方便法 比方说 今天你跟他关系不错 你愿意度他 这就是妙用方便 这种智慧是什么 就是人应该拥有 但是还没有拥有的方法 如果你想不出方法 你就是没有智慧 你想得出方法 就是有智慧 但是想出的方法 能够解决问题的 才叫智慧 如果想出的方法 让这个事情 变得越来越糟糕 那就不叫智慧 要用尽自己的慈悲心力 去帮助别人 就是说 我今天 要把自己善良的心 全部找出来 并且用尽它 什么叫心力 心力 就是人心里的一种力量 如果这个人 愿意帮助别人 他一定是无私的 而且必须是 无私的帮助 师父经常讲 去帮助别人 让人家获益是对的 与此同时 你从他人的获益中 得到了一些什么呢 比方说 得到了钱 得到了利益 因为你的帮助 使人家感恩你 人家自然地感恩你 而不是 你在去做这件事情之前 你就拥有了私心 想让对方来回报 因为 你是无私忘我的付出 你的心里 才充满了 智慧的力量 感谢观看 人家自然地感恩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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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